日游瀑布重力的景致在县府近年来积极开发下 也成为祖山镇相当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县府的用心 议长和尚方及多位议员们都相当肯定 所以本日定期会议程也特别规划考察行程 专程前往日游瀑布园区 考察景观平台及步道改善工程的进行情况 虽然博博是我们这三个游行 很好的一个所谓 管理的努力 管理的努力 所谓的地方的议员 跟这些话的议员 因为今天应该是要综合许 但是议员认为说设计地方更重要 所以特别安排管理的地方 这些里面 尤其是管理的所谓来看这个工程 这个起来应该是这个博博 现在大厨水流这么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三比以来 一个很好的景点 所以这些议员很用心 也感谢这些议员为了地方的照照 县长林明珍担任立委到县长期间 对于热龙瀑布 开发及硬体设施的增强都相当重视 所以县府也规划了园区内景观平台的建构及步道改善 并预计在春节前来做完工启用 我担任县长之后 再继续用我们这个文库的自仇经费 现在又花了将近一亿的经费 把这个锐龙瀑布打造 现在这么漂亮一个景观 我相信这个我们整个寿司完成之后 在年底之前完工启用 必定一定会带来相当多的观光客 对我们竹山可以说一大的帮助 县长林明珍也感谢南投县议会全体议员们 在何议长带领下 对于县府发展观光的支持 也希望热龙瀑布在园区重启后 能为地方带来人潮促进发展 部署县长在这边要感谢 我们南投县议会 何议长 潘虎议长 还有所有议员对议算的支持 我们才有这笔建议来建造 重新对我们热龙瀑布 设计新的一个景观台 还有步道前面更新 给我们来这边旅游的游客 有一条非常适适的高空步道 让他们来走 我相信开放之后 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观光热潮 打卡的亮点 议长和尚峰及议员们也希望 透过县府用金规划下 让瑞龙瀑布能够成为地方观光线亮点 吸引更多游客慕名前来 为地方发展带来更大的提升 记者卢宇凯主持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队